尊敬的各位老师 尊敬的各位同学们 大家好 请先开 圣学根之根 第一册 千字文 我们从第六十五页的第一行开始看起 仁慈隐策 造赐福利 上一节课 我们学习到这句经文 仁慈隐策 造赐福利 这个仁慈 它所代表的 是仁后慈善 那么什么是仁呢 仁 它是指 在我们对待他人的时候 有一种良善而宽厚的态度 那么词 它则是多指 长辈对于晚辈 这种慈爱之心与善心 所以仁慈 隐策 那么隐策 这是我们平常常常会说到 测隐之心 就是当别人他遭受了很多的痛苦和不幸 那我们要如何来对待呢 就要有同情怜悯的一种态度 那么这里的隐 是怜悯的意思 色则是同情之心 那么同是相同 情则是心情 也就是当别人遭遇到不幸 我们能够用同样的心情 去感受到对方的内心的感受 这是感同身受 将心比心的一种心态 这是仁慈隐策 就是指的我们对待他人 所具有的人后慈善跟怜悯同情的心呢 造赐福利 指的是这种心呢 即使是在急剧匆忙的时候 也不能够离弃 就是仁慈心 要一直保持 这种仁慈 仁义道德的言行准则 并不会因为任何的造赐匆忙 而改变自己的原则 那么造赐福利 这个福利就是指不会离弃 丢弃的意思 那这是在前面的课程当中啊 我们学习了这句经文 并且也给大家做了简单的介绍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这句经文当中的重要的汉字 那上一节课 那上一节课 我们有提到了仁爱的人 这个人呢 是孔孟教学 非常核心的一个内容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人这个字 它在甲骨文 经文还有小传 它的形体是什么 我们看正中字典 这里面有收录 甲文经文跟小传的字形 那么经文的人 林毅光先生他认为 在说文解字 就有提到啊 这个人是亲的意思 就是亲爱京城的亲 那这个字是如何构成的呢 它的左侧是人字旁 右侧是二 这个二是后之相 就像天竹的这个竹 我们看它下面也是一个二 那什么是竹呢 就是竹子 竹后 就是这个天竹的竹 所以二的它有后的意思 好 所以人 我们看它有一个人字旁 再加上一个代表后的 这个二所组成 就表示 人这个字啊 它就是后以代人的意思 就是对待别人 要人厚 宽厚 这是从 经文的这个字形当中啊 就有学者为我们阐释这个字形 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因此 当我们看到人这个字啊 就要想到对待别人 一定要人厚 好 就是我们对自己要求呢 可以比较严格 可是对待别人 要有人厚厚到宽恕的心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我们再来看小传 小传人 它同样是由人和二所组成 好 一从人生 就是人这个字 它既是会议字 也是行生字 所以人是他的身旁 那么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 像人偶 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好 那么 人相 彼偶 就有 而我亲爱 好 就是你我之间啊 有这种 亲爱的 人爱的关系 而且 能够 待人如己 所谓 己所不欲 勿施 于人 我们对待别人 就像 对待自己 一样啊 我们爱自己 那同样也是爱他人 己所不欲 勿施 于人 如果我们自己 不希望 受到这样的对待呢 那自己也不能够用同样的态度 去对待他人 好 独则无偶 所以这个人字啊 在小传的形体当中 它也是由人字旁 跟二 所组成 在书文通讯定声当中 则是记载 人这个字 它的本意是什么呢 它的本意就是亲 亲 好 就是相近 相爱 的意思 就叫做人 而孔广居先生 他认为这个人 是亲的意思啊 这是在书文里面啊 就是这样解释这个人爱的人 那么我们说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亲爱啊 它的原点是什么呢 就是在五轮关系当中的父子有亲 这是爱的原点 为什么这样说啊 如果我们连父母都不爱 那你要说我去爱别人 这种爱啊是不可靠的 所以爱的原点 就是从父子有亲 我们在家里 能够孝敬父母 孝敬祖父母 那么到外面 又能够敬重一切的长辈 这样的爱啊 才是真实的 所以我们说人 要说人与人之间 跟这种亲爱的关系 那么当然是父子之间 这种关系是最亲密的 人 莫亲于父母 所以这个人 人这个字就是由二和人所组成 那我们看孔广居先生 他在这里对于二的解释呢 好 也是别有一番新意 他说二像什么 二就像天地 天和地 而人这个字 是 这种人爱之心呢 是上天本来就具有的 我们常说天心人爱 所以人者 这是天地生物之心 你看天地 宇宙之间的万物 为什么能够生生不息 这个和天地的这种人爱之心 也是分不开的 而人 得以生者 你看人 所谓三才者天地人 人立足于天地之间 那么能够和天地并列为三才 那也是因为天地的这种人爱之心 这才孕育了万物 才孕育了人类 所以孔广居先生这样的一个对人字的解释 也是很有深度的 而这个人字啊 无论他是作为名词还是动词 形容词 他都有很多的很广泛的意义 比如说作为名词 他是代表至大至善的道德 用一个字来统称 那就是人 那么作为动词人就有同情跟爱护的意思 比如说孟子当中所说的 亲亲而人民 人民而爱护 那么这里的 这个人字它就是动词 代表着同情跟爱护的意思 另外人字作为形容词 它也有 人得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比如说人者无敌 这个词我们常常听 那么这个人者的人 它就是形容词 好 那关于这个汉字呢 我们就 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么说到仁爱之心呢 在这个世界上 也有许多 敬天爱人的榜样 例如 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一位 这个 充满人爱之心的母亲 是Deresa修女 那我们知道Deresa修女 她一生 生活是非常的简朴 但是呢 她默默地 去奉献自己的爱心 把这种爱心 把这种爱心 特别呢 都布施给许许多多 穷苦的人 所以我们一说到人 说到爱呀 许多人 都会想起 Deresa修女 这位充满人爱之心的 母亲 所以人们都称她 Deresa妈妈 还有人称呼她 是世界上 最伟大的乞丐 你看她一生 生活都过得很简朴 她把 多余出来的这些福报呢 都布施供养给世界各地 许许多多需要关心 和照顾的人 所以在1979年 当诺贝尔和平奖 宣布要颁发给Deresa修女 那么这个事情呢 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因为人们看到啊 就是这样一位衣着朴素的老人 她既不是政治家 也不是大富大贵的 这些企业家等等 但是她的一生 都是默默的去奉献 为穷人来服务 所以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啊 颁发给她呢 充分的肯定了Deresa修女 这种爱的奉献 与爱的精神 她为了爱与和平 尽其一生啊 都努力的 在为苦难的众生服务 那么她的这种爱的举动啊 就得到了世人对她的肯定 而Deresa修女 当她得到这一份诺贝尔和平奖 这样的殊荣啊 她真的就像太上感应片当中所说的 受宠若惊 她并不觉得说 这个殊荣呢 是为她个人而颁发的 她曾经在诺贝尔和平奖的致词当中谈到 就是当她知道自己得到这个奖的时候 Deresa妈妈 她就说啊 她是帮穷苦的人 来领这一份奖的 那么她也觉得很高兴 因为她代表的这些贫穷的人 也有受到应有的关注 她也希望人们能够献出更多爱心 了解这些穷苦的人 并且帮助他们 那么后来她也把她所得到的这些奖金 也都用在 救济 这些苦难众生的事业当中 所以我们说到 人这个字呢 就会想起 这位充满 人爱之心的Deresa修女 好,那接下来 我们 再来看 下一个汉字 就是 慈爱的慈 人 词引测 造次浮离 我们来看这个词 那么 词 在头影片上 有经文 还有小传的字形 好,那么这个字形呢 看起来 有一点类似 我们来看小传的这个词 小传的词 它是从心滋生 所以下面是一个心 那上面是滋 就是代表它的读音 心 则是代表它的意义 它的形旁 那词这个字 在说文解字当中 是如何解释它的本意呢 就是一个爱字 那么这个词 它所代表的爱呢 是有一个侧重点 也就是词所指的 是指的长辈 对于晚 长辈的爱 就是指长辈呢 他全心全意的 去爱护这些幼小的人 就叫做词 所以他从心 那么词它既是形生字也是会议字 这个心 这个心 是代表了词 这个字的意思 而姿则是生旁 但是作为生旁 它的意义呢 跟这个字也是有关联的 这个字 它是什么意思啊 姿所指的 就是草木 丛茂的样子 也就是这个草木 非常的茂盛 就叫做姿 那它有一个内涵 就是代表 养殖 服育 得法 所以慈 慈爱的慈 这个字啊 它就是 要尽 就是长辈 对于晚辈 是尽 养殖 服育之心 养殖就是养育他 那么 服育 这个孩子 他还非常的弱小 所以长辈 就要用他的慈爱之心 来照顾他 关怀他 陪伴他的成长 这个就是词 所以 词它作为名词呢 它所代表的意义 就是上、爱、下 也就是长辈 爱护晚辈 比如说 在礼记 大学当中 有一句经文 说 为人父 指于词 所以在五轮关系 五轮五常 四为八德当中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父、词、子、孝 那父亲对于 儿女 父母对于儿女的 慈爱 这是长辈 对于晚辈的慈爱 所以是上、爱、下 这是词 好 那词 作为动词来讲 它就有 爱的意思 比如说 周礼当中说 以宝西六养万民 一约 词诱 那么这个词诱的词 它在这里就是作为动词 就是爱 也就是要爱护 这些晚辈 而词 作为形容词 就有 人 人爱的 这个意思 好 那这个汉字呢 我们就 介绍到此地 在 论语 他的 经文当中 我们会看到 有许多的经文 都是跟 仁爱 仁慈 有关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 孔老夫子 他一生教学的核心 就是 这个 人字 在 论语 有一章叫做 李仁 人 那这里有一段经文 是很重要的 他跟人 这个字有关系 是 红老夫子说 关于这段经文 雪公老人 他老人家的 讲解 君子去人 乌乎 成名 这里这个 乌 乌乌 这个字不念恶 乌 而是要念乌 它是一个多音字 就是如何的意思 那 那 雪公老人 谈到 圣人 创作 贤人 述说 做一个君子 就不错了 不是君子 就是小人 那么这里头 含有因果报应 那关于因果 我们要是学过太上感应篇 就很了解这其中的 道理 因果是一时而熟 比如说 杀人要先问案 要费一点时间 又比如说种瓜 种瓜 不是马上就能吃到瓜 也要半年之后才能吃上 如果是种桃 也要几年之后才吃得到桃子 那么雪公谈到 要得君子的名 并不容易 而君子 对于人 并不是说他全部都能做到 君子呢 能禁乌人 就可以了 而儒家所说的人呢 则如同佛家所讲的慈悲 那么佛家是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这个慈悲是佛家的根本 那也并不容易做到 为什么呢 雪公谈到啊 这是因为不懂的缘故 那相对来说 意就比较容易懂 这个意呀 你什么事情应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 这个容易理解 那我们的心 要存在这个人 往人的道路上走 树 刚义 木论 都是接近人 那能够力行 就可以近乎人 像效替中性 能力行 也就是近乎人 那反过来 如果不近人呢 那就是远离人 这个远 就是离开而去 而如果离开了人 如何又能够称之为君子呢 孔岛夫子教人文行中性 这个孝体 是人的根本 如果远离人 君子如何成为君子的名 那么下面说 君子 无忠实之间为人 这个忠实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只吃一顿饭的时间 所以它代表 这个时间是很短的 即使是很短的时间 离开这个人字 都是不行的 那么造次必于是颠沛 必于是 这个造次就是很急忙 急急忙忙的样子 也就是不管 是多么急忙 还是要把这个人字 放在心上 造次必于是 颠沛必于是 这个颠沛 就是指有了危险 那么遇到危险 所以 雪公谈到 即使是到了灵命中 也忘不了这个人字 那么很短的时间 或者是 但是 得意好事时 所以 要有效仰父母 在外面做事情 要忠诚 而朋友交 言而有信 那么 雪公说 我们要是能够存着这种心 就可以 所以 雪公老人 在 就是 年纪非常大的时候 还在讲解 论语 这一部经典 这就是 希望 我们学佛的人 能够把人格 站住 人格如果站不住 又如何能学佛呢 所以雪公在这里强调 成佛在人 那么 这一章 无忠实之间为人 就是从前的人呢 就有把这个底子打得很好 他能够做到无忠实之间为人 就是这种仁爱的心呢 他自始至终都可以保持住 那么我们如果学佛念佛 依这个来实行 就很容易成功 能够支持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不伸手啊 那么雪公还有谈到 我们没有事情的时候 又如何能够说得上不为人呢 必须是要遇到事情 因为普通平常的人呢 往往在富贵的时候 就受到淫祸 而贫贱的时候 则会怨天尤人 造次颠沛也是如此 而君子在富贵造次颠沛的时候 就要不为人 所以也是必须要遇到富贵贫贱这些事情之后 才能够看得出来 所谓疾风之尽草 国乱世忠臣 那雪公老人就有 举出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尖雄曹操 像曹操他是智世的忠臣 但他是乱世的奸雄 六亲不和有孝词 那么同样啊 对于佛法当中 念佛人来讲 也是这样啊 总是要到灵命中的时候 才知道他的功夫是如何 而佛家是教导人们要精进忍耐 而佛家则是教导人要摆折不回 走不到就殉道 生死心不死 就像文天祥 我们看文天祥 他也是在这种 就像这里说着造次颠沛 这样的环境当中 就能够看出他的气节 你看文天祥 真的能够做到气富贵如碧履 宁死不屈 所以雪公 对于文天祥啊 也是很赞叹的 如果一个人 他不能够做到有志气 那就冤枉为人 那我们从这里 也能够看到 论语的这句经文 君子去人呜呼成名 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 造次必于是 颠沛必于是 那论语当中 还有许多经文啊 都是跟这个人字有关 由此可知 孔孟学说 他的核心的精神 人 确实就是仁义中数 而大乘佛法 他的核心是真诚慈悲 儒家所说的人 在佛法当中就是慈悲 那么这个慈悲 就是佛法的根本 好 那么 这一句经文呢 我们 就跟大家分享到此地 那么 接下来 我们再来学习 下面的这一句经文 大家 请看 圣学根之根 第六十五页的第一行 结义 连退 颠沛 匪 那么这一句经文 也是延续着 刚刚的这一句 仁慈引策 造次 伏离而来 好 刚刚谈到了仁慈 那现在呢 这是谈结义 好 所以道德仁义 这里面 有他的一个层次 就如同老子所说 师道而后德 师德而后仁 师仁而后义 他是这样一层一层的 往后退的 结义 结义 连退 颠沛 匪 亏 结义 这个结 指的就是品行操守的意思 那什么是义呢 那什么是义呢 这个义 就是指 我们的行为举止 都能够合乎道德的规范 那么结义连退 这个连 就是连结 而不贪 退就是退让 千让的意思 所以这里结义连退 所以这里结义连退指的就是一个人他的气节正义清联以及牵退的品德 颠沛 颠沛 匪 亏 那什么是颠沛啊 我们常说颠沛流离 他就是流离失所 生活 生活很困顿 颠沛 匪 亏 这个匪 是不 的意思 亏 则是缺损 好 那么这句经文 结义连退 他所指的 就是 一个人他所具有的气节正义清联和牵退的品德 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够亏损的 即使 当一个人 流离失所或者是生活困顿的时候 那么这些 解操 都不能 亏损 那么这也就是所谓造次必于是颠沛 必于是 好 那么张清泉教授也有谈到啊 只要 我们 心中的能量 具足 那么无论 外在的环境是如何的困顿 以及压迫啊 我们都还能够 撑得过来 好 那我们下面 先来看一下 这句经文当中的几个汉字 先来看这个义字 好 那么义字 首先来看一下 在甲骨文 经文 金文 还有 这个小传 它的形体 那么义这个字啊 它既是会义字 又是形生字 又是形生字 那么甲骨文 金文 的义字 跟小传的义呢 很类似 我们看小传的这个义字 我们看小传的这个义字 是自己的意思 羊呢 羊这个字 我们在前面 有跟大家分享过 有许多汉字 要是跟羊有关联的 都有美好吉祥的意思 所以羊在义这个字当中啊 这个羊就是善祥 善是善良 祥是吉祥 那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义这个字 它一定有一些非常美好的意思在其中 那什么是义呢 好 它由我和羊所组成 那么就代表啊 与我所表现的善祥就是义 我就是自己 我所表现出来的 善就是善良的善 祥就是吉祥的祥 这就是义 在说文解字当中 是怎么解释义这个字的本意呢 义的本意就是己之威夷 这个己就是我 也就是我的威夷就是义 也就是义 也就是义己 就是自己所显现出来 外在的这些气概 容脂等等 合称在一起啊 就叫做义 所以说文解字当中 对于义的解释 就是己之威夷 我们表现在外的威夷 比如说我们中国自古以来 非常重视礼教和乐教啊 比如说像孩子他从小 就是要学习 做有做相 做有做的样子 站有站的样子 那么他一出来 就有一种射受人心的威夷 这就是义 那段宇才先生 在注解当中提到 在古时候威夷的义 就写作义 所以他最初的意思 本训呢 就是理容 一个人呢 他很重视这个外在的理 所表现出来的容貌样子 这种威夷就是义 那么在古时候 这些古文字 大多数呢 都是以义 作为威夷的夷 这个字 那么 当然呢 有许多学者 也有不同的解释 这当中包括王云孔广居 还有这个高祥林 等等 对于这个义字 他也有不同的解释 大家可以看正宗字典 来做参考 所以这个义字啊 当他做名词 来解释 就是 是之义 叫做义 那么刘希对于义字的解释呢 就是义是义也 好 制裁事物 始个义也 就是义 比如说在论语当中 有一句经文说 建义不为无永也 好 这个义啊 就是事之义也 我们常说的一句成语叫做建义勇为 就是这件事情呢 我应当要去承担 应当要去做的 就应当要勇往值钱的去做 那么就比如说 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啊 可以说如是道的圣贤教育 都有后继无人的危机 那如果我们年轻人呢 有能力 有德行 有一定的学问 特别是 有这种为往生寄绝学的志向 那我们也应当 要勇往值钱承担起 这个承传圣贤教育的责任 那这就是义啊 这是我们应当要做的 若是建义不为无永也 好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要建义勇为 好 这是作为名词 那当然它还有很多意思啊 比如说 这个义还可以做天理 好 像论语当中 就有一句 经文 好 君子欲以义 小人欲以利 那注解当中说 这个义呢就是天理之所义 就是我们应当要去做的 而利是人情之所欲 好 那君子他所做的就是天理之所义 好 他不计较这些利害 可是小人不同 小人欲以利啊 好 那么凡是跟他的利害关系 会有影响的 他就不肯去做 好 所以义呢 他做名词解啊 也有天理的意思 好 此外他还 啊 作为名词 还有一个解释 好 就是节 曰义 好 好 等等啊 他的意思呢 内涵是很深厚的 那在不同的 嗯 这个文言文的语言环境当中 这个义他就有不同的内涵 好 我们就要看啊 这些经典或者是古文当中 他具体的语言环境来分析 好 那他作为动词来说 好 就有善其意而称美之 好 有这样的意思 那么作为形容词 他就有独守正义的意思 好 那么关于这个汉字啊 我们就 跟大家 介绍到 此地 接下来看下一个汉字 好 就是 这个结义连退的 连 那么 连这个字 我们平常 呃在使用这个汉字的时候 往往 会跟连结的连 好 会 联系到一起 好 但是实际上呢 连这个字啊 他在最初 他的本意呢 并不是跟连结有关 只是他后来又衍生出了很多意思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连这个字小传的字形 大家会看到小传的连 他是从广 尖生 是由这两个部分所组成的 而在说文解字当中 是怎么解释连这个字的本意呢 连就是 这的意思 这个字啊 比如说我们在写诗词的时候 要注意这个平字 就是这个字 所以连就是字的意思 好 但这个字呢 并不是指平字 而是指什么呀 所指的就是唐屋的侧边 所以从广 那么再来连这里面有一个尖 尖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大家会看到 尖这个字啊 它有两个荷苗的荷并列在一起 然后呢 中间有一个手 手上拿着两个荷苗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和二为一 所以连 虽然它是唐屋的侧边 可是实际上它和唐屋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是尖生 那我们就要注意 这个连 确实最初它并不是连结的意思 这个本意啊 我们看它作为名词 这个连就有侧边 这样的一个意思 比如说仪礼当中说 设习于台连东上 那么这个连既不是指连子 更不是指连结 而是指侧边的 好 这是以礼香吟酒礼啊 就有这样的一句经文 好 那是到后来啊 这个连 那么它才具有 比如说德行 高洁 或者是高洁的行为 我们常说连结 这是后来才有的意思 并不是这个字造字的时候 本来就是这个意思 好 好 那么还有直约连 那么这个连就是方正的意思 所以后来它有一些隐身的意思呢 就是跟一个人的德行有关系 比如说八德当中 孝替忠信礼义连尺 这个连它就是连结的意思 这是它作为名词 如果它是作为动词 它就有纠察的意思 作为形容词呢 它就有清洁的意思 好 那这个汉字啊 我们就 它的形意啊 我们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 当然每一个汉字 因为它在历史的使用过程当中 它从本意到隐身意 或者有假借意啊 它通常呢 会有许多的意象 那这些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非常深入的 仔细的去来讲解 那只能够先把 简单的这个形意 形意意的概念啊 跟大家做介绍啊 大家如果对于文字有兴趣的话 可以再继续的去深入 汉字文言文 这里面啊 确实也是有无穷无尽的智慧 和无穷无尽的学问 那我们 今天学到这句经文 结意连退 颠沛 匪亏 那么 这句经文呢 他所强调的 就是一个人身上的 这种 气节 与道德品德 品质啊 即使是在 颠沛流离 生活困顿 这种情况之下 也要保持自己的解操 所以在历史上 像文天祥 史可法 这些呢 等等啊 他都是非常有气节 在这个问题上呢 他足以 成为后世之人的典范 所以我们在看 雪公老人在讲解论语的时候啊 提到 像文天祥这样的忠诚呢 他老人家 也是非常赞叹的 特别是他留下了一句千古的名言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担心 赵汉清 这体现出文天祥 他是把 作为一个臣子 忠贞的气节 看作比生命本身更为重要 好 所以虽然 当时 像忽必烈 他也知道文天祥是一个人才啊 好 他也是喜才爱才 希望他能够投降啊 好 可是文天祥始终不为所动 好 那么甚至 在他从容就义的时候啊 好 人们看到啊 他所写下的一句话 好 就有谈到孔曰成人 孟曰取义啊 好 可见得呢 在他的心目当中 好 这个人跟义 好 是多么的重要 好 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 他也要坚持 作为一个臣子 所要具有的道义 好 就如同他在正气歌当中所说的 三纲十细命 道义为之根 一个人得行的根本是哪里呢 好 就体现在他的道义当中 好 所以文天祥的这一片 好 中义之城啊 我们在 我们在几百年之后呢 再来读他的故事 内心依然是有很深的感动 好 好 所以这句结义连退 颠沛匪 好 我们学到这句经文呢 很自然的就会想起 这一位爱国的忠臣 好 接下来 大家再来看下一句经文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的简单的意思 简单的意思 性静情义 那么 性 它所指的是人的心性 那么如果性静 这个静就是宁静 要是心 能够处于一种宁静的状态呢 情意 这是指情绪安逸自在 如果心性宁静 那么情绪自然会安逸自在 我们的情感情绪能够 比较安稳 可是 如果是反过来 这个心动 心动 指的就是一个人的心 在那里变动不定 这是心动 那变动不定 那变动不定呢 往往 他可能一直 在想事情 让自己的心思 处在变动不定的状态 那么心动神痞 这个神痞 就是指他的精神呢 会疲惫 不堪 那可能有的人 他在白天的时候啊 就会有很多的妄想跟妄念 想很多 甚至于想到呢 连晚上要睡一个安稳的觉啊 都不容易 那么由此可知 一个人的念头 特别是他的妄念呢 对他能量的耗损 是非常大的 心动神痞 就是指一个人 他的 心思 在变动不定的情况之下 他的精神 就会感到很疲惫 好 那么我们 也是先来分析一下 这里面的汉字 先来看性这个字 那么性 他是由 大家看小传的字形 从小传的字形 我们会看到呢 性这个字啊 他是 从心生生 他是心字旁 那么右边的这个生 是和他的读音有关 那性这个字 他的本意是什么呢 在六书故当中解释 他的本意是命于天 故有诸心 叫做性 所以性这个字呢 这个汉字 他最初的意思就是指 秉自天赋 而固结于心的 诸种气质 所以他有心字旁 再来他右侧的这个生 就有生长 生殖的意思 那么 所谓饮食男女 这是人之通性 那么平常我们需要这个饮食 吃这些东西 才能够滋养色身 身体才能够长成 而男女之士呢 这是跟人世世代代的繁衍生殖 培育子孙是有关系的 所以性这个字呢 他从生 这个生就是他的身旁 好 所以性这个字 当他做名词 好 他第一个意思就是指 有生之物 随其与生俱来的气质 这个就叫做性 好 比如说李济中庸 就有谈到天命之为性 好 那么当然这个 好 如果要解释这个性啊 在意理上他也有很深的含义 好 那么李济月济啊 有一个解释呢 也是很有道理的 你看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 敢于物而动性之欲也 好 好 那也就是说 其实人 他的这种天性跟本性啊 是如如不动的 好 可是呢 当他看到这些外在的 诱惑 那么就生起了许许许许多多的 贪嗔痴 好 这样的 好 这时候他的欲望就起来了 那如果我们能够始终保持 最初的那一念 好 就是那一念没有妄想分别执着的 天性呢 如果能够始终保持 而不为 外在的 这些环境所诱惑 好 不会生起种种贪嗔吃慢疑的 这些 习气的话 那人的天性始终就能够保持 好 这是 在礼记当中啊 就有 这样的经文 那么当然这个信呢 做这个意思的时候 他的内涵是很深的 好 他还有其他的意思 在这里呢 就不一一的列举 好 我们接着来看 下一个字 那就是心 好 那么关于这个心呢 可以说 我们 对于这个字呢 会感到 既熟悉又陌生 好 为什么呢 当大家看到这个心字的时候 可能会想到 所谓肉团心 也就是人的 五脏六腑当中 就有心脏 好 可是如果这个心 它是涉及到心性啊 好 那可能他还有一些更深的含义 比如说在禅宗当中会谈到 你要找自己的本心 密心了不可得 好 所以这个心这个字呢 大家可能会感觉 既熟悉 又陌生 好 好 那下面 大家先来看一下这个字 是 这里有 甲骨文 金文跟小传的字形 大家看到头影片上这个甲骨文的字形啊 跟我们现在所画的那个心的这个符号就很像 好 那么 那么 金文的心 金文的心 在正中字典当中啊 这个字形和我们头影片上的字形呢 也有点不同 小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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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间这个形状就像心 好 那么 外面包着这一层呢 像包落 有很多经络啊 在其中 那 说文解字 它是如何 来解释心这个字 它的本意呢 好 说文解释 解释 心是指人心 土葬 在人生之中 也就是 人的身体当中的这个心脏 所谓的肉团心 那么 儒家的经典当中啊 我们知道 儒家的经典有所谓经文跟古文的不同 那同样 在上书当中 好 古文上书 跟经文上书啊 说法也是有点不同 古文上书呢 是以五脏 来 欲五行 所以五脏跟五行呢 它是相对应的 古文上书的记载就是 脾木 废火 心土 干金 圣水 所以 土在五行当中 万物皆生于土 所以古文上书认为啊 这个心 为土葬 可是 许慎 他的解释是 依照经文上书的说法 许慎说 博士说 以为火葬 那这就是经文上书的说法 经文上书说法呢 五脏跟五行的对应关系有所不同 是干木 心火 皮土 费金 圣水 他这个经文上书 他是 认为这个五行 火空上明 但是就运用来说 心为火 那当然呢 这个无论是古文还是经文 他的说法呢 都有一定的道理 那么经学家 也都有 各自不同的解释 那不过呢 就是说文他所依的是 经文上书的 这个解释 所以才说是 心他的本意就是人心 指的就是人的心脏 那么 土葬 在人身之中 好 我们会看到 真宗字典这里有一个心脏的图 那从这个字他最初造字的时候 他就是按照人的五脏当中的心脏 来造这个字的 那 嗯 其实我们知道呢 一个人的起心动念 大家不要认为说 我的起心动念呢 跟这些宇宙万物有什么关系呢 实际上 这个关系啊 可密切了 也就是 当我们 当我们 起心动念 所作所为 都能够符合 五轮五常四维八德 都能够符合 人意理智性的话 那么 他不但 对于 我们的五脏六腑 会 很有好处 而且啊 也会使得 我们的生活环境 种种的灾难 都能够减少 那么这一点呢 其实在如是道的圣贤经典当中啊 是谈到很多的 所以养生之道啊 大家不要以为 只是去多吃一点健康的食品啊 吃一些养生的药品啊 不要以为 是用这种方式就可以使身体得到健康 那当然呢 饮食是很重要的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态 一个人能够把心态啊 恢复到正常 符合人意理智性 能够远离贪嗔吃慢疑 远离怨恨恼怒烦 那内在的就会使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很健康 那跟外在相关的就是可以使周遭的环境呢 灾难减少 比如说 这个我们能够随顺性德 做到仁义理智性 仁慈 对我们的肝脏是很有好处的 仁慈养肝 如果一个人他所作所为都是符合意 符合道义 那正义养肺 对肺不好 如果能够处处都遵从理的精神来处事待人接物 那人的心脏就会好 我们所作所为都是遵从圣贤的智慧 而不是愚痴的行为 这是养肾 若是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能够诚信不期 这是养我们的脾胃 好 这是从正面的来说 就是仁义理智性跟我们的五脏六腑有这样的关联 那反过来 如果我们都是用怨恨脑怒烦这种心态来处事待人接物呢 怒伤肝 那么悲脑是伤肺 恨伤心 反恐伤肾 如果是怨天尤人 或者是怀疑 就会伤害到人的脾胃 好 那这是谈到养生之道啊 我们要知道其实一个人的心态啊 和自己的身体的关系 以及和周遭所生活环境的关系 是很密切的 在佛法当中也谈到 如果能够随顺界定会 那么就能够天清地灵 好 我们远离贪嗔吃慢鱼 那么不贪呢 就能够远离水灾 不称能够远离火灾 不吃则是远离风灾 那么不慢 这个慢就是傲慢 或者心里高下不平 就能够远离地震 那这个道理啦 是很深的啊 师父上人 在讲解 《五量寿经》这部经典的时候啊 也曾经开示过 就是如何能够帮助我们的地球真正恢复正常 大家会看到啊 在现在这个时代呢 整个地球的灾难是很频繁的 那么究竟这些灾难 能不能使它恢复正常 其实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师父上人强调啊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念头 我们的念头症啊 就能够化解种种的灾难 在佛法的经典当中 也谈到啊 水灾是怎么造成的呢 是贪婪所造成的 而火灾是称慧的心所感应的 像我们看到现代的人啊 称慧心脾气都很大 所以地球温度不断的上升 它跟什么有关呢 就是跟人的称慧心是有关的 那么 人的称慧心 越大 你看这个整个地球的温度啊 就会不断的上升 那佛经还谈到 这个风灾 是从哪里来的呢 它是愚痴所造成的 而地震啊 刚刚说到这是傲慢 那么还有一个人他的心高下不平 就会产生地震的这种灾害 所以我们 若是能够 把这些贪嗔吃慢疑种种不好的心态 转变过来啊 给自己带来的好处 就是我们 不会生病 无论是寒病还是热病啊 都会消失 再来呢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方 水灾火灾风灾 就不会发生 为什么 因为一切法 都是随着 自己的念头在转变 所谓向有心生 静随心转 佛在大乘经典当中 常常说到这一点啊 就是他和我们的起心动念 是欣喜相关的 而师父上人也在讲习当中 引用佛法常说的一句话啊 来劝勉我们 这句话能够解决灾难的问题 佛家常说 勤修戒定会 熄灭贪嗔痴吃 这是佛法教导我们 如何能够真正的化解灾难 那大家不要以为说 这是宗教的观点 实际上呢 现在许多尖端的科学家 他们的科学报告 跟经典当中所说的 能够对应 所以科学家他所做的这些研究 其实在大乘的佛教当中 这些经典都可以找到 和他对应的这些经文 你看佛在三千年前呢 就说的这样的清楚啊 可以说比现代的科学家说的还要透彻 那么师父上人 特别提醒我们啊 那么发生在我们面前的这些灾难啊 迫切的需要解决 那么解决之道啊 是在哪里呢 解决之道就在一念之间 也就是我们要把所有的 这些错误的念头 要放下啊 就是这一句经文当中所说的这个心 大家要能够让自己的心 都能够符合仁义理智性 都能够远离贪嗔吃慢疑 这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么佛在经典当中 我们看《无量寿经》 就有一句非常重要的经文 佛所行处 我已秋聚 米不萌化 天下和顺 日月清明 风雨已时 灾力不起 国风民安 兵戈无用 崇德新人 勿修礼让 国无盗贼 无有愿望 强不凌弱 各得其所 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呢 它是出自于《无量寿经》 那么 当我们真正能够去落实佛陀的教育 能够把佛陀圣者智慧的教会啊 在这个地区广为弘扬传播和落实啊 你看 就能够有这么多的利益 这么殊胜的功德 这是真实不虚的 这是真实不虚的 好 那么 这句经文啊 我们学习到此地 请接着看 下面的这一句经文 大家看《圣学根之根》 第六十五页 第二行 手针至满 逐物意 第一 好 那么 我们先来 看这句经文 手针至满 什么叫手针呢 手针 所指的 就是 让我们 保持 没有妄念 那么这个针 是处在 没有妄念的 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一个人 要能够 保持 没有妄念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好 比如说参禅 参禅 要达到无念 并不容易 所以我们修行的是念佛法门 就是让一个人念头专一 先能够求专一 你看念佛 他正念就是这句阿弥陀佛的佛号 用正念 来辅助妄念 到最后呢 能够 能够达到功夫成片 甚至是一心不乱 那就是万念归一 归在这句阿弥陀佛的佛号 那么守真至满 这个至满 就是得行 自然 能够圆满 那么守真至满 那么守真至满 就是当一个人 能够 保持 没有妄念 他的德行 自然就能够圆满 那么德行的圆满 这个行 有包括自己的行为 那德是什么呢 德所指的 就是内心的品德 和修养 这能够 达到圆满 逐物意 这是 追逐 这个逐就是追求啊 物是物质 如果是追逐物质的生活 那么意义 一个人只知道追逐物质生活 就会改变 自己奋发向上的意志 而变得随波逐流 这是这一句 守真至满 逐物意义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张清泉教授也有谈到啊 一个人的念头 会常常随着外面的诱因 在那里跑来跑去的 那么逐物它这里说的是物质生活 就是我们的念头跟着外面诱因在跑 那它不一定是物质的生活 它会落入第八识的这些种子 它通通变成法尘 那么我们在回忆当中就一直在这里攀圆 所以论语当中说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那我们所追逐的有时候不一定是物质 但它会让我们的意念我们的心 在这里动荡不安 好 好 这是 这个手针至满 逐物意义 我们先 就 这个 经文的意思呢 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的汉字 先来看真这个字 那么真 这里有 经文的字形跟小传的字形 真 真这个字啊 它是一个 会议字 我们看小传的真 它跟经文的真呢 有一点类似 小传的真 是从壁 从画 这个字念画 那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字形它当不守的时候 它的读音和汉字呢会有一些差别 好 真呢是从画 从目 从 从 引 大家看到这个 这个部首像L型 像英文的L 多一个沟 这个是念引 好 好 那么 它下面呢 它下面呢 就是最底下 这两个 两个皮 好 这是真这个字啊 它是由这几个部分所组成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画 就是很像匕首的 币的这个 他读作画 画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变化 好 那么真当中有一个木 木呢 就是眼睛 那么眼睛它有什么功能呢 眼睛能够看 它能够辨别 辨视 好 那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道家的经典当中有说到啊 养生之道 耳目为先 好 所以这个真呢 它有 木这个形体在其中 好 这个木啊 就是指的眼睛 好 我们再来看 这个长得像L 这个形体 就是在真字的 左下角 有一个像L 实际上这个L是读作隐 就是古时候的隐 隐居的隐 就是长成这个样子 好 隐这个形体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藏匿的意思 隐 这下面的 这两个 我们写了一 写凯体的时候 凯书的时候是一个撇再加一个点 好 它是 下机的意思 也就是工承载的物品 好 好 我们把以上的就是真这个字啊 他所组成的这一些 部首啊 或者是笔划 把它合在一起 综合起来 解释真这个字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真这个字啊 他的意思就是 人能够变化他的形体 成物上天就叫做真 所以 在说文解释当中 对真的本意 怎样解释啊 是解作 先人变形而登天 好 我们知道 从古到今呢 都有许多修道之人 那么儒家有圣贤 道家呢 则有一些修道之人呢 他是想要修行升天的 去当神仙 而佛家则有阿罗汉菩萨佛 好 那么真这个字呢 在古时候 就是称若干的仙人 就是真人 他的意思啊 就是本于真这个字 他最初的本意 在说文解字当中解释呢 真就是指的 仙人变形而登天 就是一个修道人 他呢 是想要借由修行 能够升天 去当神仙 那么当他修行成功的时候 之后 就成为 来到天道啊 成为神仙 那么 这个天人或者是仙人 他呢 就具有一定的神通 他可以变形 还可以 到天道啊 就自由自在的去 不仅仅是在人间啊 他可以很自由的 上到天上去 好 那么这就是真这个字啊 我们看他的最初的本意 在说文里面是这样解释的 而徐浩 徐浩对于真这个字呢 他还有他的看法 他认为真这个字呢 就是古时候的圣 也就是锦圣加心字旁的那个圣字 在转注当中呢 都会解释这个圣是什么意思呢 正就是成 也就是真成的成 那么成就是真 好那徐浩他也是从真这个字的 从文字学的角度的来解释 为什么真他就是圣 我们看他从尹 这个尹就是像一个L型的 这个形状 从尹意从化 那么化跟比同 它是密的意思 从尹呢 是举 是省夺的意思 从目 我们看他这个真中间有一个眼睛 这个目啊 是地势 眼睛啊可以去看 好那最下面我们凯体是一个撇一个点 好这个形体呢 是分别的意思 所以徐浩认为呢 他都是神圣的意思 所以真 他是解作圣 好 那么总之呢 这些文字学家 他们对于汉字的说解 也都有他一定的道理 所以列举在这里呢 就是可以让大家来做参考 好那么这个真 他作为 名词啊 第一个意思就是 先者曰真 也称作真人 这在一些道价的经典当中 比较常出现了 再来 真他作动词 他有 信 诚实在是的意思 做形容词呢 有不虚假的 意思 好 那么这里 我们看到 守真至满 那么其实这个真呢 用在儒世道的经典当中呢 那么这个真 他都会有他 不同的 这些含义 比如说守真 那么用儒家的经典来说呢 我们可以 就是理解为 明明德 好 在道家呢 就是 说到这个真 他指的是 这个神仙啊 他能够 变化他不同的形体 登天 那么道家他所要修的也是这个真 而这个真呢 如果按照佛法的解释 就是指一个人他的真如本性 所以我们要守住自己的本性 本性是本善 他具足圆满的万德万能 那我们如何才能够守得住这个真呢 就是要远离一切的妄想分别执着 能够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 就能够做到守真 那当然就是做到这一点呢 在佛家来讲就是佛的境界 好 那也就是真正恢复了自性 大彻大悟的境界 那当然呢就是说千字文在这里呢 所说到的守真至满 还没有达到 没有强调说达到那么高的境界 他应该是跟这个逐物意义相对的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去追逐这些外在的物质的享受 能够守着住自己的这个真 就是代表的像儒家所说的诚意正心 这样的一种状态 好 那么守真至满 那因为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是关于 这句经文还有其他的汉字啊 我们还没有跟大家分享完 以及这句经文的更深入的意理 就留待下一节课啊 再来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的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box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是大家看看 感谢观看